相亲对象偷偷来接我下班 却发现他身份不简单 哎 你怎么在这啊 没去上班了 你怎么知道我这这什么啊 那个阿姨告诉我 我妈 你也是我妈啊 你家里是介绍 啊 那系上车吧 大两天的 不是你再不给我打电话呀 这大两天你就在干等的啊 没事我刚到一会 啥刚到一会拉倒 你这手这么凉 哪是刚到一会啊 让你把右手放在我左肩 那个 我不是故意的 哈哈 当时我慌了一批呀 哈哈 哎问你个事呗 问吧 你说你到现在都没谈恋爱 你是暂时没想走还是什么 想了呀 那要不 我去介绍个呢 啊 我给你介绍个呢 我现在感觉一个人也挺好的 你刚不爱说你想找了吗 那我现在又不想了呀 你不用你管 那你说 如果喜欢一个人该怎么救他 那你就直接告诉他呀 你喜欢他难道他也感受不到吗 那万一说完之后连朋友都做不了呢 那你有没有想过就算你不说 他能以后也做不了 为了吗 那你以后有了另一半 他还怎么给你做朋友啊 你就算你绝对无所谓 但是他也会慢慢疏远你了呀 先送到这吧 哎 你家住在 那我送你那小线门口吧 不用了 我送你那小线门口吧 我送你那小线门口吧 不用了 那行吧 那拜拜 他好像有点不开心啊 我真的不记得我了吗 我真的不记得我了吗